823炮战至今满66周年 总统赖清德上任之后首都到金门 主持公计仪式 并且向遗族致意 赖总统也谈到了台海局势 强调中国要拿下台湾 不是因为哪一个人或政党做了什么事 更喊话不再反攻大陆 但是也不希望接受共产党统治 一见到总统 李承介阿嬷的眼泪再也忍不住 心理委屈宣泄而出 总统蹲低身子耐心安抚 来自台南的城隍阿春每年都来金门祭祀 前市长赖清德面对昔日市民格外有感 823战役满66周年 赖总统首度以国家元首身份主持纪念仪式 献花向为国捐居的烈士门致意 赖清德当年正式在金门担任医官 当时海映寺前卓军装合影 赖总统重回金门第一高峰太武山海映寺 军装变西装短头发也变成招牌中分头 总统立林会场 汉参战官兵与移植一同用餐 但相隔中国大陆不到10公里 赖清德谈话格外引发关注 823炮战发生的时候我还没出生 民进党还没有成立 中国要拿下台湾 不是台湾哪一个人 哪一个政党说了什么事情 做了什么事情 通通度 点出独裁政权心中野心 赖总统再喊话 延续823精神 就任后首都来到金门 在距离中国最近最前线的地方 赖总统再谈两岸关系 最终目的就是要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据林政局黄伟才在金门的采访报道